哈囉大家好我是Giro 這次要講的主題是 讓朝鮮半島一分為二的韓戰 1895年滿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戰敗 與日本簽訂的馬關條約 除了各讓遼東半島台灣等地之外 還趁機將中原的千年反屬國 也就是朝鮮王國 變成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並改國號為大韓帝國 起初韓國人超爽的 因為再也不用每年繳繳珍貴的人生給中國 徹底的實現了自己的人生由自己來決定的夢想 1905年9月日本打贏了戰鬥民族俄羅斯 知心度破表的日本 乾脆直接在11月跟韓國簽訂了《以示條約》 將韓國變成日本的保護國 但是日本並沒有因此而滿足 反而在1910年8月強制併吞大韓帝國 讓韓國成為了日本的殖民地 也讓日韓從此結下的不共在天之仇直到今日 1945年9月2號日本臣服在美國的兩顆膽燃之下 但早在日本投降之前 美蘇兩國早已協議好戰後的利益分配 美國負責接管日本的四大島 俄國則可以拿回庫葉島 至於朝鮮半島本來是要還給韓國的 但是蘇聯的紅軍卻佔據了38度線以北不肯離開 所以美軍也只好留在38度線以南 當時的南北韓是以平整的38度線隔開 北韓是工業種地 面積佔了半島的57% 人口大概是40%左右 南韓是負責農業 面積佔了半島的43% 人口有60%比北韓多一點 當時美蘇兩國都不想直接跟對方開戰 但是又不肯離去 所以雙方就決定霸佔了朝鮮半島 到了1947年 美國受不了去找聯合國幫忙 聯合國的決定是希望美蘇都撤軍 讓韓國人自己投票處理自己的問題 但是蘇聯不肯 所以到最後只好南北分開進行投票 以美國為首的南韓在1948年8月15日 扶植了親美派的李承晚 建立了大韓民國 以蘇聯為首的北韓在1948年9月9號 扶植了朝鮮勞動黨的金日成 建立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但是同年的12月 聯合國通過195號決議 宣布只承認大韓民國 為朝鮮半島的唯一合法政府 蘇聯當然吞不下這口氣 但是當時又不想給美國找藉口開打 事實上美國也不太想打 因為二戰才剛結束大家都累了 但是李承晚是個神經病 整天跟北韓叫囂說要武統 當時的南韓軍隊大概只有9.8萬人 而朝鮮軍大概有13.5萬人 美國不希望南北韓真的打起來 所以把長距離的武器都收走 只留下自衛型的武器 至於金日成也沒有閒下來 他把整個1949年幾乎都花在遊說各國政府上面 希望可以在國際上能多一點支持 完成和平統一半島的大業 1950年6月11號 也就是韓戰爆發的前兩週 北朝鮮還派了三位大臣越過38度線 打算遞交和平統一國家的呼籲書給南韓 結果李承晚這個智障 竟然直接把他們三個抓去 這個舉動真的讓北韓忍無可忍 你整天跟我隔空嗆武統也就算了 現在連打狗也不看主人 於是北韓就在6月25號 完全沒有跟南韓宣戰的情況下 直接殺進了38度線 金日成還為了怕被國際制裁 到處放話說是南韓先越過38度線的 李承晚也真的奔到一個極點 整天嗆要開戰的人 結果事前卻一點準備也沒有 輕輕鬆鬆就讓朝鮮軍攻的進來 不到三天漢城就淪陷了 到了7月1號也就是6天後 美國才派兵支援登陸東南邊的釜山 但是為時已晚 因為到了8月初 北韓已經攻下了朝鮮半島90%的土地 南韓只好求助於聯合國的幫忙 聯合國在當時還算是有在做事 真的就從法國、加拿大、澳洲等十幾個國家 各調了一些兵到南韓附近 交由聯軍的指揮官邁克阿瑟來處理 眼看9月中旬南韓都快被殲滅的時候 邁克阿瑟右手一伸掐子一算 叫聯軍從仁川這邊登陸 這個地點真的選得很好 因為一方面可以把北方的補給給切斷 另外一方面可以從釜山包夾 所以不到兩個禮拜就把漢城又給奪了回來 當時美國總統杜魯門 本來希望麥帥把朝鮮軍推到38度線 讓一切回到原點就好 但是麥帥跟李承晚兩人都很堅持 一定要把朝鮮半島給統一 杜魯門總統拗不過他只好隨他去 到了10月聯軍各自把朝鮮軍全推回安州市以北 這時候有兩個國家很擔心 一個是蘇聯另外一個是中共 因為他們怕北韓瓦解後 聯軍會趁機攻打中國東北再向蘇聯推進 但另外一方面又怕以國家的名義來打仗 可能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所以中國的做法超屌 他們利用自願兵的名義去支援 也就是說明明是自己派的軍隊 但是卻跟國際上說 這些軍人都是自願去北韓的 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 至於蘇聯也很屌 口頭上一直說不可能會參與 但是私底下卻送了一堆武器給北韓 還假扮成朝鮮軍 派了一堆飛機守在後方 看到美國空軍就建一台殺一台 不過也不能說中蘇兩國卑鄙 因為麥帥本來還真的打算在解決完北韓之後 直接進攻東北 到了1950年11月 眼看聯軍都已經殺到中國邊界了 麥帥當時雖然知道有中國自願軍的存在 但是他右腳一身掐子一算 他認為自願軍最多也就5萬人 我聯軍銳不可擋 誰會那麼無聊想主動當炮灰呢 所以還答應士兵可以回家過聖誕節 不顧杜魯門總統的反對就貿然進攻 結果萬萬沒想到 這些沒有再過聖誕節的中國自願兵 人數竟然高達15萬人 比麥帥預估的還要多出3倍 把聯軍打個措手不及 而且後方還有35萬人在排隊 很屌吧 中國人竟然會排隊 杜魯門總統氣到一個不行 直接解除麥帥的指揮權 由二戰出名的老將李其薇將軍來接任 當時共軍的武器雖然比不上聯軍 也沒受過多專業的訓練 不過你也知道嘛 人多就是任性 就算聯軍每個都是神槍手 我的人就是多到可以趁你換彈夾的空檔來打你 怎麼算都比你上淘寶公務還要更划算 到了1950年12月 中國自願軍就把戰線推回到38度線 1951年1月 漢城又再度被北韓給佔領 當時聯合國知道中國是用志願兵的名義來出兵 本來很生氣 不過中共後來向聯合國保證 這支軍隊只會出現在朝鮮半島 聯合國聽完之後馬上恢復常態表現 也就是雙作沒這回事 你們兩邊繼續吧 雖然中國自願軍在初期很給力 但是冗長的戰線加上補給緩慢等原因 導致雙風僵持在38度線附近 形成了志願軍沒辦法往下打 美軍不想往上打的情況 終於在1951年7月雙風都累了 所以選擇在百門店這邊 坐下來好好談停戰協定 本來這個過程應該要很簡單的 但是雙方就很像小朋友在玩玩具那樣 你沒興趣玩的我也沒興趣 你有興趣玩的我就是要跟你搶 導致了這場談判鬧劇花了將近兩年才落幕 不過這兩年雙方也沒有閒下來 除了在各地都有零星的衝突之外 雙方還拼命在38度線上 設置了最堅固的防禦攻勢 所以我小時候一直不明白 為什麼脫北者不能像墨西哥人一樣 翻個牆就到美國了 而是要那麼麻煩 往北跨過鴨綠江或是圖門江 再走至少800公里的路 跑到蒙古去 那不然就是往東走海路到日本 才能算是脫北成功 因為38度線那附近不是地雷就是電網 在你還沒看到國界之前 你可能早就被電死或是被炸死 韓燦最後在1953年7月27號結束 其中有兩個最關鍵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杜魯門總統卸任 1953年1月由艾森豪將軍繼任 他也是美國歷史上唯一的一個 五星上將退休跑去幹總統的人 身份比當時的賣帥還要更高 而他當選的其中一個政見就是要結束韓戰 他也確實在上任之後 親自跑去南韓處理這個問題 第二個原因就是蘇聯的領導人史達林 他在1953年2月中風3月掛點 新上任的賀魯雪夫因為掌握的權力還不夠成熟 所以也想盡早結束這個鬧劇 韓戰最後就在雙方的代理人 都各退一步的情況下不圓滿的落幕了 為什麼會說不圓滿呢 因為朝鮮停戰協定簽完後 雙方沒有寒暄 沒有握手 沒有講話 甚至沒有看對方一眼 而且重點是南韓並未在停戰協定上面簽署 因為那個叫李承晚的打死不肯簽 總而言之雙方共同約定 把門店這個地方變成非軍事區 也就是俗稱的DMZ 再來就是南韓的領土 以戰前多出了大概3900平方公里 從此朝鮮半島正式變成兩個國家 雙方更擁有寬4公里長248公里的國界 韓戰總共歷經了三年又33天 造成100多萬人死亡 220萬人受重傷 其中死傷人數最多的就是 中國自願軍 雖然這個停戰協定已經是事實 不過在1954年南韓的李承晚 依然向國際公開不承認這個鬼東西 始終堅持要靠武力統一朝鮮半島 不過他也是出一張嘴 南韓並沒有因此而打起來 到了2009年換北韓的金正日 公開不承認這個停戰協定 不過也沒有人鳥他 後來在2013年的時候 北韓的金小胖為了刷存在感 所以又再度向國際公開不承認這個停戰協定 一直到2018年的9月18號 南韓總統文在寅和金正恩簽訂了平衡共同宣言 這才讓南北韓雙方正式宣告戰爭狀態結束 為了讓朝鮮半島雙方的軍事平衡化 至今仍然有近3萬名的美軍 長期住手在南韓 韓戰可以說是二戰後影響東亞最深的一場戰爭 日本在二戰結束後本來一蹶不振 正是因為爆發的韓戰 美國向日本購買了大量的民生用品 食物還有軍用卡車等 日本的經濟才得以起死回生 另外1949年國民黨戰敗逃到台灣 共產黨本來打算在1950年進攻了 正是因為爆發的韓戰 才讓中共轉移目標 所以韓戰又被稱為共產黨的西安事變 美國為了防止共產勢力繼續擴大 才開始注重台灣這塊小島 並在1954年12月簽署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派遣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 直到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才失效 美國黑人的地位也因為韓戰而變高 因為在韓戰爆發之前 美軍的部隊是實行種族隔離制 但當時的韓戰來得又快又趕 所以根本沒有時間 把部隊裡的巧克力和牛奶分開 讓美軍發現 其實黑人在戰場上的表現不會輸給一般的白人 不過神奇的地方就在於 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 特別不喜歡提起韓戰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 在所有好萊塢的電影裡面 跟韓戰有關的題材真的是少之又少 其實這個原因非常的簡單 因為表面上雖然是美國打贏了韓戰 但是卻一點都不值得驕傲 這感覺就好像 美國大聯盟跟中國業餘球隊比賽 結果最後竟然以1比0顯勝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韓戰在西方通常又稱為 被遺忘的戰爭 最後在這裡也中心的希望 北韓的人民能早日脫離苦海 也希望南韓的棒球可以繼續輸給台灣 這次的課程就上到這邊 我是橘歐 謝謝收看 想了解更多沒有用的情報嗎 歡迎各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橘歐碎碎唸 我們下次 見